双打防守要点 双打的防守主要分为边路和中路两个方面 我们先来说说边路的防守的一些要点 一边路防守时要分攻明确 在防守边路进攻时大家分攻一定要明确 在守边路那个人一定要专心准备对方的直线球 这是因为直线球速度比斜线快 而靠近中心线位置的另外一个队友 则应该专心准备对方的斜线来球 千万千万不要老想着 我又要准备斜线又要准备直线 否则这样做两个人很容易发生抢球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二边路守直线的球员要侧身面对来球方向 守直线的球员准备接纱时 身体要侧身面对来球方向 这是因为不侧身的话 对方来球太靠近身体你的挥拍 就会没有足够的距离而吃不上力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侧身需要根据对方来球方向去侧身 例如在你的视线右边就向右边侧身 在你的视线左边就往左侧身就可以了 另外在接纱姿势上身体一定要蹲低一些 眼睛看着球让视线与对方来球方向保持平行 这样你就能大致不差地判断对方的来球距离和落点 需要注意的是球拍要放在身体偏中心的位置 这是因为无论对方打过来的球 是上手还是下手或者追身 你的反应时间都是最短的 但是很多人接杀球时有个坏习惯 身体站得直直的球拍放在身体下方凭感觉去接球 这样视线和来球方向就不在一条直线上 从而不能很准确地判断来球的距离而失误 还有就是大家接杀球时尽量用反手去回球 这是因为用反手时小臂的摆速比用正手时速度更快 动作幅度也更小更隐蔽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中路防守时两个人谁去接球的问题 防守中路结合步最难的就是对方后场中间位置的来球 因为这是不涉及直线或对角线的问题 无法从位置距离等前提条件下进行明确分工 从而两人面对来球的优势劣势基本一样 不过也有解决方法 一、不得已不要给对方起中间高球 减少对方通过杀中路这种方式来进攻 因为这种球最容易发生两个人撞拍或者是让球 二、有能力更强的人来负责接接合步的球 但是你们两人要事先沟通好遇到这种球能力更强的人来负责接 让他防守面积更大一点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混双的打法 三、如果遇到两人能力差不多时就由正手区那位球员去接 因为在正常发力中 正手位发力要比反守位发力跟顺手 而且发力也更大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雨球书